我也注意到正在举办的进博会 吸引了包括美国大型半导体企业在内的 一众跨国半导体企业参展 覆盖从半导体制造设备 晶圆制造 芯片设计 半导体材料等多个生产环节 特斯拉 微软 Mita 爱立信 西门子等跨国科技企业 也围绕元宇宙 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前沿技术 向与会客商展示了最新产品和设备 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和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 这些企业纷纷入场进博会 展现出他们看好中国潜力 拥抱中国市场的姿态与决心 证明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 我想强调的是 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 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各别国家一再滥用国家力量 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对华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压 强推脱钩锻炼 这不仅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也将割裂全球市场 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这种自私自利的胁迫行径 实际上是将全人类的福祉 捆绑在各别国家的反华战车上 不得人心 终将害解 我们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反对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行径 共同维护世界经济体制规则和基础的稳定 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同时我们也将以本次进步会为契机 继续敞开开放的大门 为各国企业来花投资信业 提供便利 携手打造 更加团结和繁荣的未来